最常见的类型为 原发性的骨质疏松 严重的骨质疏松 会导致骨骼变得脆弱 增加骨质的风险 Hello 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爱丽聊天室 我是Allie 和您聊聊银法族 健康健保乐生活 爱丽聊天室 聊聊银法族的健康乐生活 那现在越来越多的客人 来询问我们 关于骨质疏松的针 Polio的问题 因为这个针真的也不便宜 骨质疏松是个什么样 严重的健康议题呢 那到底要如何知道 自己是不是患有骨质疏松症 骨质疏松症该如何预防和治疗呢 那什么时候要考虑就医 什么情况要立即就医 所以今天我们就来和大家聊聊 骨质疏松 为什么会骨质疏松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视频 别忘了点赞订阅 开启小铃铛哦 骨质疏松是怎么来的呢 人的骨头其实是个持续在生长 但也同时在代谢的组织 正常的状况下 老旧的骨质会被代谢 而由新的骨质取而代之 一般正常体内的骨骼组织中有两大类的细胞负责了骨质的平衡 那一种是负责制造骨质的造骨细胞 另一种是负责代谢骨质的破骨细胞 无论是造骨细胞还是破骨细胞 若其中一类细胞过度的活药的话 是无法维持体内正常骨骼结构的 那小孩的骨质通常会叫软 但也叫具弹性 成年时骨质就比孩童来得坚硬 但进入中年以后 骨质生成的速度 赶不上骨质流失的速度 骨质疏松就会逐步慢慢的发生 骨质疏松有各种的原因 一般可以分为原发性的骨质疏松 及续发性的骨质疏松两大类别 原发性的骨质疏松是因为营养摄取不足 更年期或者是人体老化 引发的骨质疏松流失 那续发性的骨质疏松 则是因为某些明确的疾病 或是长期的服用某些药物所导致的 原发性骨质疏松 不是由其他疾病所引发的 而是由不良的饮食习惯 年龄增长或者更年期 所导致体内缺乏钙质 及维生素D 那雌胸素的分泌过少 即骨骼组织退化 这些情况会使人体 无法保住骨质 任由骨质逐渐的流失 体内若缺乏了钙质 会导致造骨细胞 缺乏足够的原料 来制造骨质 而维生素D过少会影响 肠道吸收钙质 且增加钙质 经泌尿道排出的量 也就会造成造骨原料的不足 吃激素分泌降低 不但会减少刺激造骨细胞的作用 也会让破骨细胞过度的活化 骨质因此大量的流失 也就是说破骨细胞过度活化 随着年龄的增长 骨骼组织内造骨细胞的 新生速度会降低 无法补足破骨细胞 所带来的骨质缺失 此外如果是由 负甲状线坑进 发炎性肠道疾病 暖潮先天缺失 或者长期服用 类固醇药物等因素 可能会导致虚发性的骨质疏松 那要改善这类的骨质疏松 主要需要治疗疾病病因 或是调整药物 来防止骨质大量的流失 严重的骨质疏松会导致骨骼变得脆弱 增加骨折的风险 与骨质疏松症有关的骨折位置 通常会出现在脊椎及宽骨 也就是支撑臀部的骨骼 你或许觉得骨折只要包包石膏 或者手术处理就能让断折的骨头 重新长起来 但是骨质疏松 患者却没有足够的原料 或能力制造这个骨质了 骨头复原的速度 会比一般人来得慢很多 上述提到这两种骨质疏松 类型的当中最常见的类型 为原发性的骨质疏松 随着年龄的增长 你可能开始担心自己的骨质 是否已经快速的流失 不过不需要太担忧 因为骨质疏松是需要经过检查 来判断是否得病 接下来我们要介绍 骨密度检查数值所代表的结果 让你可以更加了解自己的骨骼状况 骨质疏松要如何检查呢 哪些人需要做检查 研究统计者指出 年长者每年所流失的骨质 最高可以高达5个percent 而年轻人每年流失的量 低于0.4percent 这也说明了老人家的骨头 为什么会比年轻人还来得脆弱 因此及早发现骨质疏松 对于控制病情有很大的帮助 有关骨质疏松的检测 一般我们可以从骨质密度检查中的 梯质来评估骨质的状况 医师也会依照T值追踪骨质疏松症 患者经过治疗后是否有所改善 那T值一般可以分为三大标准 大于负1表示骨质处于正常状态 负1到负2.5之间代表骨质已经开始流失 那通常可借由营养补充 及生活习惯的调整来强化骨骼 小于负2.5 骨质严重流失 受测者已经罹患了骨质疏松症 可能需要药物来控制病情 那哪些人需要接受骨密度检查呢 以下是常见需要检查的族群 但到底需不需要 还是要依照医师的判断 第一 65岁以上的妇女 或者是70岁以上的男性 第二 50岁以上曾有骨质病史 第三 罹患可能会导致骨质流失的疾病 像负甲状腺坑进 先天 暖潮缺陷等 第四 长期服用可能引起骨质流失的药物 像被固存 那虽然骨骼组织老化 是医生必经的过程 但只要在生活习惯上做些调整 还是可以达到强化骨骼的效果 也能预防骨质疏松症的发生 下一段内容中 我们将介绍 在日常生活如何强化骨质 以及如何减低骨质流失 对健康的影响